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修一生修行的重点和归宿 根本的整理,净土班里很多是老年人 要一心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不能搞得太复杂 主要是法师把前行里面很重要的基础结合在净土上讲 作为往生净土的助缘 比如多讲无常苦因果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 发菩提心等等 把这些合在净土的心愿上多讲解 如果老年人也像年轻人一样细致的学前行 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心也转不动 如果听得很杂,恐怕到时候不好 所以越老越要简单,守住一个阿弥陀佛 一心在这上面用功,一心求生极乐世界 如果是静谧生修,也还是要花很大一部分时间 用在念佛上才稳当 死马上到了,这一步走错了 那全盘都错了 这特别重要,一定要抓住净土 什么都归结到净土上面 到老了,尤其要简单 不必要搞得复杂的事情 不能一听到好的就去抓 自己要有一个抉择力 有一个方向 更加要好好把握 这是在在体型的 道四帝班级的宁马派学人 通通以大圆满前行为主 以道四帝为辅 因为教派的缘起有差别 虽然佛法在根本上圆容无尾 然而各派的规径、修法、仪轨所去向处 还是有缘起上的差别 再者,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归宿 所以就大体而言 道四帝班级宁马派的学人 全部以前行为主 但是要重点参考道四帝 很多方面都要结合里面的相关部分 这一点特别重要 如果不是学宁马派的法 或者目前没有学习前行的想法 就应当单独归在一个班级 专门学道四帝 弥勒武论班也是以前行为主 弥勒武论为辅 学人目前最重要的是 每一天能够切实地修行 也就是把八万四千法门 归在一个修轨里实修 那就应当学前行法门 否则就没有了一生的基础修法 由于弥勒武论 涉及到大成法的范畴非常广 没有前行的实修引导 我们凭自立很难去入修行 由于有这方面的义乐 当然也就继续学下去 但是传授的时候 不必那么啰嗦 把要点讲一点就可以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要投在前行的讲考时修上 当然要持续迷了论点的讲文 这样逐渐连下去就可以 主要是要分清两者的关系 弥勒菩萨的论点 辩法 法性论 辩中 编论 大成 庄严 经论 宝性论等 经过很多遍的学习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文思上的认识 对大成法 起信心 有一种 护教的能力 或者 认识 佛性 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的资量 但是要凭自己的能力来修持 的确很困难 因为我们是凡夫 如果不从下面一级一级的打基础 往上走 的确很难 再说 在本派的教授里面 重点是以前行法门来 勾住基础 而且直接扣准大圆满方向的法要 所以 他叫大圆满前行 这些方面都要很客观的去看待 而且要结合自身一个很低的凡夫 应当从前行着手修行 这才是切要处 般若般 也是分成两种 一种是宁马派学人 有意乐真正的修心 那就以前行为主 般若为辅 在学入中论等教点的时候 不必讲得太啰嗦 抓住要点就可以 比如入中论 前五地和后四地 简要的讲讲就行了 不必做过多的发挥 第六地 抉择无声空性 也是讲明 它的道理就行 这样以细水长流的方式 每一次都有一些讲解 这样持续下去就可以 但是前行 就像每天吃的饭一样 不可缺少 如果错过了这一段 以后就很难接上了 因缘是很难的 再说主线在一条线上 需要大众往一个方向走 另一种 如果对前行没有兴趣 那就另外组建班级 专门学一些中观的教点等等 这样整理以后 我们的目标方向就一致的 整个大局的规划也一致 步调也一致 我们就为实现这个大的目标 共同努力 这样就不必放弃经论的文思 而且都配在前行上面作为辅助 比如学般若 抉择好了无声空性 后面学大成的前行法就非常有意义 对于深入了意的皈依 真正的发心 剥弱度的羞耻 断法的相应 了解无声本性 或者与连诗相应等等 方方面面都有好处 因此不必要放弃 或者学习弥勒武论 譬如学变法 法性论 特别会了解到 明言中的万法都是没有意义的 再说 学大成庄严经论 会引发对大成的信心 有助于修菩提心 或者学保性论 能够直接入于了意的皈依 发心容易理解了意的上师 做清静观等等 都有辅助作用 由于个人的因缘不同 自己想要充实某方面 就可以配合各个班的辅助课程 所以它都是前行的一部分 不要看成与前行对立 前行是一个非常大的课程 包括我们挣到钱的一些准备 这样理顺了关系 就不觉得有什么矛盾 同时应当发现 这样整理以后 有了共同的目标 有了努力的方向 就知道往后自己的心 应该放在哪个重点上 怎样多争取时间 在这上面努力 把握 这样我们有了方向感 有了目标 应当会比以往走得更好一些 这样大家就不会迷茫 上上下下的关系 也非常简单 对学员的提醒 以下再对学员说几句 平时没有人这样讲 没有灌输前行和净土重要的观念 所以现在讲的或许会和我们很多人的心有所触碰 但是我们还要长大 要能很深的去观察自己人生的路 这都是要用理智来处理的 不能一点都不能碰 一碰就很情绪化 这都是自己人生道路很大的抉择问题 千万不能凭着冲动做不好的选择 我们选择的时候 要看什么是重大的 什么是真正有实意的 这样认识了每天的重点在哪里 自己就会主动配合 会争取时间 一旦你认识到它非常重要 比生命还重要 之后你一定会抓重点 尤其我们很多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 所以这一次统一规划 拎出一条前行和归入净土的主线 也是很现实的考虑 四十岁以后应当抓重点 应当抓住很切实的修养 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泛泛的纹丝 这也要听 那也要听 最后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什么也没抓到 再说四十岁以后记忆力差 这就要知道什么上面用功会有高效率 怎么花费是低效率 这些都是为大家走响而说的 也就是要由博反约 放在一个要点上 这个成功了 就代表真正的成功 如果没有重点 那的确也就这么过了 再过十年二十年 心里也是空空的 说到修行上的进展 的确少得可怜 说的来世前程问题 根本就没想过 心里非常空 非常茫然 那样就不好了 所以丑话说的前面 大家也要看看 是不是适合这样走 定下来以后 后面就要非常密集的 在一条线上走很多段的路 一天一天的时间 要分配在这上面 这都是大家事先就要考虑好的 否则一旦上路 又想走这又想走那 那只是浪费时间 自己也会感觉特别矛盾 这都是事先要提醒的 大家根基意乐的状况 参差不齐 所以无法一概而论 只能自己按照年龄程度 需求度等各方面 做周全的考虑 这样才能定好自己的路 比如现在还年轻 思维敏锐 活跃 喜欢抉择 那不妨去学一些经论 抉择 见解 但是也不能离开前行 自己应当有一种 很远程的眼光 阶段化的眼光 如果感觉我现在这一段 还要充实见解 我要学空性 那你就把一部分时间放在空性上面 长期不离开 同时也不离开前行 而且要知道 前行不是一遍就能修成的 要有很多的资量来充实 才会修得好 再说第一遍 只是事修 我们先熟悉它 或者在心里尽到一分努力 这样将来会有继续修的因缘 而且前行方面的观念 做法等等会带入到生活当中 总之我们不要急功近利 希望很快就成了大成就者 这不现实 或者对道次第非常有意乐 这样同时学道次第也非常好 本人也有很多这方面学习的经验 觉得特别好 因为这方面对于自己 理清观察修 或者瑕满 无常 夜果 皈依 苦地 吉地 十二因缘 菩提心等 都有相当大的加持和利益 所以本人对道次第也非常有信心 得到很多的法恩 但是我们主要看自己在什么缘起上面 我是宁马派的学人 那我就要修大圆满前行 因为归境所念诵的金刚纪都不同 这样的话就要遵循传承的轨道 之后要知道 两者之间没有矛盾 然后就把道次第里面的很多精髓 设计在前行里面 据冲实前行作为他的辅助 这样子看待就非常好 如果人的心很宽广 很圆融 就不会感觉有什么矛盾 像这样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修一生修行的重点和归宿 再比如 如果年龄已经过了 记忆也不行了 思维上也比较难转动 俗悟又多 那就要切实地落在修心上面 先要把稳基础 比如归一 因果都非常重要 然后常常念死念净土 有一个自己每天修持的功课 这样努力的进行 以期今生能得到解脱 尤其修持净土 特别重要 像这样 应当有一种对自己很好的考虑 是真正利益自己 而不是乱成一团 也不是凭着感觉走 做些都是不理智的 佛法只能给你只是一个门禁 其他事情是需要自己处理的 当前是网络授课 不可能对每一种情况来做指点 因缘上是缺乏的 所以每个人要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什么是适应的等等 要很理智 不适应就有负效果 或者抓很多 恐怕时间费的很多 结果没有多少收获等等 这都是缘起上决定的 怪不得别人 一切都是因缘在造作 就像这样都要很理性的抉择 往后前行这个大体系 受课的量会加大 譬如讲因果经 其实就是前行的经典 或者讲普贤行愿品 也就是每个前行 结行的修法等等 要理解到 他们都贯彻在一个前行的路线上 使得到的各个之分的因素 都能够相对得到提升和完善 要这样理解 也因此前行和其他法 并不是两种东西 其他法就纳归在前行的修点上面 为了辅助它 充实它 需要补充的资量 所以讲解都是统一在前行上做的 讲法王的教言 也是辅助前行的修持 或者讲一些人无我 法无我 也是为了前行的修心等等 我们应当这样广义的理解前行 这样广义的理解之后 不光学这部前行法 学其他前行法也是如此 无论学什么教 最终要归结到这一点上 当然如果你能开悟 就到了正行 但要知道前面 这些道的要素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统设在一条路上 恐怕我们连关系也理不清 也不知道自己一生应当怎么把握住这条线路 怎样不断去充实它 历练它 这样我们就会失去根本的道路 知道了这是一条漫长的进程 而且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自身上就应当有很多准备 比如要想到这样一条路不是凭着空想就能走成 我要非常努力才能取得一些修心上的成绩 也不必希望过高 但是有真实的进步是最重要的 因此想到我走这条路 当然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而且要密集的在一个要点上进行 这样我就面临着取舍了 要有佛法和释法之间的取舍 这时就要考虑怎么节约时间 怎么降低生活要求 不必要的事情尽量排开 每天的时间怎么安排 这都要具足落实 否则缘起尚不相应 还是得不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要理智的看到 缘起尚不能充分相应 不聚合 就会出现很多欠缺 缘起尚分散了 果上也没办法高效的出现成果 那么就要考虑 我的方式是高效还是低效 应该怎么转变等等 上了路以后 这里面有两种人 一种人愿意随顺缘起的轨道 会做理智的考虑 能够配合整条线路的走法 这样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在修心上有更好的成长 会走得很稳 很踏实 另一种人感觉这是很新鲜的 我一定要 他心里就是一个要子 什么都要 然而他处理不好自身上的缘起 时间上 经历上 课程上都处理不好 这样 就非常乱 只是凭感觉 反正要 反正抓 抓得很乱 最终是赶不上的 因为这是修心上的东西 不是凭幻想 就可以直接给你 这里只是给你一个指导 之后上 上中下必须合在一个目标上 一个一个的去努力 也不必 希望太高 一次能进步一点就算好的了 要凭着常年的累积 大量的用功 使得自身有一个真正的成熟 所以不必抱有幻想 要踏踏实实的走千万步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要意识到 在前行的过程中 会碰到各种阻力 自己身心上 也会有各种反应 或者在摩西起 在练心的时候 会有相当多的不适应 沮丧 或者感觉枯燥 没有进展等等 但是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 一定要认清这条路 只要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就一定会有成果 但是这里也不能奢谈太多 我们努力的走是最重要的 再者 不要凭一时冲动 做错误的选择 有些人认为这样安排 我没有时间 就想放下纹丝 不再听课了 这种考虑很危险 和自身的习气 不相应的时候 这些就会发作 尤其现代人缺少素养 又没有平静的心 冷静的关照 为自己做长远的考虑等 容易一时冲动 做出错误的选择 但是如果选择 事先法而放弃佛法的文思 这是很大的损失 或者说你没有注意到 因缘的难得 却幻想有另外一种 结果总是扑个空 最后法缘可能越来越差 这些方面都要事先提醒 而且不要盲从 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 对当前阶段应该有个抉择 对于一个团体来说 应当有个宗旨 标定前行的方向和重点 上下一致 这样我们可以 其心协力 把心力集中在要害上 不至于分散 不至于在长久的时间里 连方向都找不准 努力的地方都看不清 完全是一种 简单的冲动 简单的认识等等 这样恐怕效率很低 或者切不中要害 所以这些是需要调整的 而且这种调整 要关照当前的学人 最需要什么 什么对他最重要 要这样来想 这不是一种世俗的机构 有上层阶级 中层阶级 下层阶级 上下无关 连一个统一的目标都没有 连一个合起心力 来共同做 有利他的事的心愿 考虑都没有 他就不行了 就像这样 一定要认清大义的路线 首先观念上调整过来 然后发利他心 真正要想到 怎么对自己好 怎么对他人好 否则就会成事件法 秉持在言辞辩论上 或者想要自我 或者在佛法里面 过一天算一天 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 最终是不可能出现什么成果的 接下来就要看 我们上中下各层人的法心 我们的道心如何呢 如果是做法师的 不要以为这是在一个大学里教课 上完课了拉倒 这就根本不是佛法的教学 佛法上要有崇高的责任感 必须为着圣教和众生着想 同时要有统一的团队精神 知道在什么要点上付出心力 而不是以个人的意见 搞一些是非矛盾 法师一定要知道 我们现阶段几年内 要以前行为本 净土为规 这个观念要贯彻到底 从始至终必须起到开导的作用 不能偏离主题 自己谈一条路线 这是与整个规划 缘起不适合的 这样走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进展 因为整个路线已经定了 都是在同一条道上行进 它不是自由主义 也不是分裂主义 这一点务必要认识 再说下面的学员 也不是来戏场上听戏 要知道这是我修心的课程 这有关我每天的重点 要知道我应当在什么地方去把握 应当把它看成修法的主量 就像每天吃的米面一样重要 这样子应当主动跟所讲的法配合 而不应当搞成一个上下脱节的关系 讲什么只是听过而已 什么事情都感觉很新鲜 我听听 但是听听又怎么样 听完了你就熟悉了 熟悉了以后 再也没有兴趣往下听了 这就很不好 因为听成知识了 知识只是追求耳目一新的感觉 时时都要新鲜 心动等等 这样是不理智的 佛法是道心 一个东西要持一生一世 持生生世世 是要这样发展出佛法上的定解信念 为道现身的心力 一生一世都投入在修行的道心上 这是关键 前行的发展就是要让心转的越来越靠近觉悟 靠近城堡 这是一个修心的工程 你不要以为应该在上面找感觉 有感觉就要 没感觉不要 这是很不理直的做法 应当要看到这是书上的法 它是非常珍贵的 我一定要纳在心上羞耻 连一句半句都有无量的价值 怎么能天天凭感觉呢 感觉只不过是分别心一闪而过的幻觉 应当非常珍重法 非常珍重自心上的道路 这样在自己身上修 不要去看讲的言辞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而是要看看自己的心上怎么样 我们各个方面都要在修心上努力 我们成绩的检验是自己的修心达到如何 而不是口里谈的如何 我们的进步也应当看到自己在心上怎么远离颠倒 怎么更加闲善 怎么符合因果的路线再走 变得更守规矩 更持戒 非常迫切的出离 一心向道 再看到有更博大的菩提心 有皈依的誓愿 的确有真实的道心 这才是承道的法计 否则在外面找感觉永远没有出路 之后为了承道非常的 因重 厉厉的去修 及资粮 忏悔业障 这都是在自心上转 否则心里没有提起来 就只是为了凑数量 的确多少人都是这样四七呀 这样骗自己骗到了死 又有什么意思呢 再说 所谓的净土是我们自身的归宿问题 不能认为是外面老太太修的东西 跟我无关 我是一个修空性的人 哪里要学什么净土 弘扬净土 这样你就太骗面了 你应当胸襟博大的一些 应当对于佛法的圣教有非常尊重的心 然后把它弘扬起来 把人引导起来 这都是法师的责任 能真正发心引导一点半点都有很多功德 其实也是在成长自己的道心 也是使自身上有重大的判断力 之后有心引导大家在这样一条大意的路上走 不要整天想不符合我的胃口 我又如何如何等等 这是很不好的 这次就讲这么多 有些问题以后可以慢慢讲 总之大家就把握两句话 前行为重 净土为归